今天奥斯卡的颁奖舞台上又出现了一张华人脸孔 他是最佳导演赵婷 赵婷在获奖时在舞台上做出了三字经的六个字 人之初 性本善 当然大家备有好感 不过也有人做了很多猜疑 包括他是不是刻意地向他的中国大陆官方跟市场 传达某种善意的讯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碰到了政治上的问题 情况是否如此 我们来看看赵婷的游牧人生 疫情蔓延时奔的奥斯卡举办时间延后了两个月 不只规模缩小 地点从特达剧院改到了联合车站 少了典礼仪式的盛大与热闹 独立制片也成为今年奥斯卡的写学 听到得奥斯卡的消息 赵婷开心地向现场来宾送上推文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绑着两条辫子 穿着爱马仕连身裙 搭着白球鞋 搭走混搭个性风的赵婷 成为奥斯卡吉祥奖93届以来 第一位夺下导演讲的亚裔女性 赵婷拿到小金人 特别用华人家喻呼啸的三字经 表达自己的感想 赵婷直到的永务人生 除了拿下最佳导演 也夺得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 可以说是本届的最大瑜伽 你也是一位幸运的人 可以旅行到哪里 是的 女主角 也有时候叫你奥姆 电影描述丈夫趋势 又失业的女主角分 悲痛孤独地离开长久生活的小镇 开着露营车 展开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活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们 优美的摄影 细腻的陈述 描绘着人情的梳理和剧本 获得全球影评极高的评价 和疫情下的氛围相呼应 游牧人生成了全球各影展的 夺奖大户 从去年九月就在威尼斯影展 拿到金诗奖 最后包括金球奖 由英国奥斯卡职称的 英国电影学院奖 游牧人生横扫各大电影奖项 年仅39岁的赵婷成了全球最受瞩目的导演 她的出生背景也开始为人关注 赵婷在北京出生 父亲教育籍是前首都钢铁总经理 前中国工房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之后从事房地产 目前开设投资公司 金母是曾经担任政协委员 中国家喻户晓的演员宋丹丹 赵婷家是惊人 标准的更正苗红 在父亲再婚后一年 就到英国寄宿学校就读 之后到美国念高中 知识依然在西方求学的赵婷 大学念的是 马州著名的基因女子学院 麦和莲学院政治系 成为前美国劳工部长赵少兰的学妹 发现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赵婷 在进入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 正式学习电影制作 她在当时认识了摄影师男友李察兹 李察兹赢为《游牧人生》 入围最佳摄影奖 两人成了最佳拍档 2015年 赵婷直到的第一部电影 哥哥教我唱的歌 描绘印第安人的生活 获得日舞影展评审团大奖 一鸣惊人 2017年第二部电影《仇生歧视》 同样是印第安人的故事 故事描绘一名受伤的竞技牛仔明星 在现实与梦想 失落和重生的挣扎与取舍 又让赵婷获得了 坎城影展艺术电影奖 还有表扬年度杰出女导演的 美国独立精神邦尼奖 典礼上坐在台下的 就是获得独立精神奖 最佳女主角的法兰西斯·麦朵曼 当时麦朵曼已经买下 《游牧人生》的小说电影版权 两人见面约定好要一起合作 因此诞生了《游牧人生》这部电影 预计成为今年奥斯卡颁奖 典礼上最耀眼的作品 我们给我们的狼狼 只是北京出身的导演 今天拿到奥斯卡大奖 原本应该是中国之光 却成了不能宣扬的荣耀 因为中国网友发现 他过去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 我青少年时期住在中国 那是个遍地谎言的地方 我生在中国 但在北京 我并不是靈性的 看到新的世界 我没法解释得正确实 但是有什么是在标准的地方 网友说加上他去年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 曾说刺激的国家是美国 虽然正硬内容后来深处 不过已经引发轩然大波 在中国翻译为《无一之地》的电影海报 已经从豆瓣网站下架 看不到上岛的日期 大家好 我是赵天 我很高兴《无一之地》将在4月23号在国内上 这部电影汇聚了很多人的热情 努力 甚至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原定4月23日的上映日如今无消无息 甚至无论是豆瓣或微博 都难见到这听夺得奥斯卡的讨论 可能啊 就是专业人士评价是可以的 但是希望这个获奖不要参加很多的其他因素吧 因为他已经很西方化了 他的英语发音啊什么的 包括他的成长 基本上就是咱们中国这一块 给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值得玩味的是 中国官媒倒是没有痛批赵婷辱花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还在推特上恭喜他 还时英文版社论一度帮赵婷缓辖 认为他可以在中美社会之间 发挥调解作用 不过现在文章点进去 却只剩下一页空白 在好莱坞快速窜身的赵婷 被认为是李安第二 下一部作品就要指导漫威电影 齐聚安杰迪娜求利 马东时等大咖明星的永恒族 如今也遭到中国网友抵制 外传北京政府希望赵婷能澄清他的言论 不只见赵婷说了三字经中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 描绘游牧人生浪迹天涯的金奖导演 在现实中面临着国族认同的纷纷扰扰 游牧人生或多或少说的 正是看过自己的故事